詞曲 李宗盛 譚耀宗 少了兩個姓譚 民建聯最無恥 民建聯這些 Facebook 民建聯最無恥的群組 民建聯真的很無恥 集體家民建聯 那又怎樣 在裡面賭亂了什麼事 一起去食窮 瓜分民建聯 吃他的蛇豔 執宴 我知道Jaco 和考文那些吃齋 參加民建聯執宴 快點去吃蛇豔 射煙 我不吃射的 是嗎 我也不吃的 我也很害怕 怎樣算呢 吃窮他 怎樣啊 譚慧珠 什麼事 上星期的城市論壇 香港沒有公投法 是違法的 在廟嘴面上撕了一粒蜜 應該不要人身攻擊 待會兄姐說我不要人身攻擊 對不起 不是人身攻擊 朱姐是最美女的 但問題是你要不要口臭說話 是 是嗎 怎樣犯法呢 怎樣違反基本法呢 其實不可以違反基本法的嗎 我就是想知道 可不可以違反基本法 吹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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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我一笨 為什麼不可以違反基本法 為什麼不可以修改基本法 為什麼人大又可以釋法呢 為什麼人大又可以釋法呢 他又不是人民選出來 何解你這麼大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衝擊基本法呢 還有根據有錢基本法草偉 李柱銘先生說過 其實在基本法的第二稿裏面 是曾經說過香港有公投 而他那個公投的那個 叫做投票率呢 是有30% 已經算是公投的 算是公投的 那個%都是很大爭議的 就是毓民地他說 到底有多少個投票率才算是 就是這件事是有意義的 是 這是穩集一下 習近平再講的 但是我就想講 其實基本法本來第二稿裏面 應該有 第二呢 你肯解釋基本法的時候 喂大哥 這個香港說明一國兩制 兩制的了 一個兩制的了 又來了 這樣不是粗口 所以我不複述了 是的 一國兩制之下 你現在用普通法去理解基本法的嘛 沒有說不能做的事真的可以做的 這個叫做普通法 你跟著大陸的那些大陸法 你告訴你 為什麼要跟著大陸法律呢 大陸哪有法律的 那你是可以說的 那些契弟當然是說 你跟香港現在哪有得自決的 喂 香港已經回歸了 要跟著大陸法 大陸當然有法 不是整個世界是依法辦事 抓人嗎 抓劉曉波又是依法辦事 情署又是依法辦事 最有法律就是大陸 最講法律 最講法律的了 好爹 萬歲 最法治的國家 中國大陸 接著那些民建聯的 是不是張國昆那些人 就是民建聯的什麼 副主席 是是是 城市論壇那些人 你看見這個人 那些人 我看見他想掌握他兩巴 為什麼呢 講話 不三不四 無恥下流 強行說市民是支持功能組別的有四十幾個百分比 是 嘩 你這樣去解讀一個這樣的民調 中大的民調 我覺得是非常可恥 你真是一人冒露 一人白痴 你不是這樣 你有什麼理由會做到這樣的事情 他什麼 他跟政府的口徑和想法日子 所以你說如果香港將來有這樣的人去執政呢 現在譚耀宗那些執政你真是死了 對呀 李慧琼 你的師姐李慧琼 是的 那你就死了 亦都是這樣 你看看李慧琼 一表人才 又扮了港末娘子 你後面後 李慧琼像港末娘子 有人這樣說 但後面 那梁美芬像誰 梁美芬當然是像李鏗琴 有一個緊張地安排 We Cameron 馬上晚輛 梁美芬 還不是梁美芬 你正是在烤飛機 好緊張 梁美芬 很像 梁美芬 爭梅 趙爭梭 青年民建聯 明日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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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喜歡 這樣的人 屬於加沬民建聯 因為他債視爭 因為他說他們很喜歡接近權力核心 因為因為他獲在annel 因為教育民建聯容易上位,你看看誰,黑客 解散民主黨、公民黨和社民聯,全部進入社民建聯 因為有前途 需要搞什麼鬥爭,進去鬥爭,進去鬥爭 搞穿他的partie 神經病,這個這麼不宜的政黨 這個完全是法西斯的形式、思維的民建聯 如果香港真的繼續發展下去,香港是不會真的有法治 而且沒有發展,反而這樣才沒有發展 沒有發展,因為不專用人,要怎麼發展 人們經常說發展,發展就說起高鐵就要發展,難道香港不用發展 但其實你想一下,你要想清楚這句話 其實一日有民建聯,香港也不用發展 不用 因為有保皇黨,香港也不用發展 全部全部包散,669億,大陸官商和香港官商勾結 好啊,支持 拉維權人士,支持 喜高鐵,支持 功能組別,支持 什麼都支持 與民為敵 還有,你們民建聯的彈散 說到你自己這麼正義 你在Google事件裏面,為什麼不可以維護中國人民的資訊和言論自由呢 因為它站在當權者和利益者的角度 我有些衝動 我有些衝動,想呼籲網民,我們今晚在青台都可以說 呼籲 都可以呼籲,我們要入稟人民法院,控告共產黨 違反建國承諾,包括言論和通訊自由 因為它找黑客來,黑別人的電郵 以及打壓我們的言論和新聞自由 我覺得是可以的,雖然是愚蠢,你去人民法院入稟 沒有用 沒有用,但我們就要挑戰它 就是搞一搞你 大家想想,如果可以就一起玩 這件事 為什麼不可以 你現在的共產黨就是違反建國承諾 你說得那麼多 共產黨民建聯都是最無恥 為什麼會今天搞 共產黨最無恥 誰最無恥 都是共產黨 民建聯 民建聯比較差 什麼啊 怎麼會啊 民建聯暫時都還未開過窗 那就是 他們都是陰招 他們都是陰招 他們都是共產黨裏面的 但是香港人 你跟香港人現在新一代 你說共產黨 你不跟上一代的人 就很討厭共產黨 香港新一代就不會 不會 中國新一代都很討厭共產黨 你看我們這些朋友 同學都知道 你越了解大陸 越來越來越大陸生活 我們說共產黨批評他裏面的事情 怎樣貪婪 怎樣去剝削其他人 怎樣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那種文化令人之間的不信任 那種搶錢 為什麼有假雞蛋 假米假酒 假什麼假物 因為人的道德感沒有了 他為了搶錢 為了自己生活的安全感 連最基本的人性都沒有了 這就是政權所害 因為大家在這麽危險的政權下 各自為自己生存而生存 不會顧及其他人的生存 即是很蠻方的 反而最沒有發展就是這 沒有發展 即是整個人性都沒有發展 其實除了經濟發展之外 其實有很多發展 我見過經濟都不會發展到哪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你去經濟發展 如果你根據現在去看 你未來發展 你會觸碰到很人性的問題 環保是什麼問題 是人性的問題 是吧 環保不是說 你少點快器 可能是人與人之間的那種支援 人與大戰之間很尊重 是的 已經是一個很人性 因為極權的國家 怎會跟你講到這些 人性的發展 而如果有人說這些話 他亦都會以言入罪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不會發揮到另類經濟 就是在環保的大趨向 是 滅絕人性的共產黨 是 但如果香港繼續是 譬如有些保皇黨 民建聯 繼續這樣的時候 香港真的沒有很多發展 是吧 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上腦子就開始 是 好像是鷹鷹還是我的字 那也好 有點不知想說什麼 蘇哈姨一定 最強一戰 蘇哈姨一定 怎樣 很不知我說什麼 我好像是鷹鷹鷹 是嗎 真的有點辛苦 我們這集可以做到這裡為止 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託你不要拿威士 我想你最強一戰 蘇哈姨一戰 一口 下一集再見 大家再見 我自己有Wing 拜拜